首先一起来关注本地的冠病情况 我国今天新增528起冠病例 这是连续第七天新增病例维持在最低数的水平 增幅也是两个星期以来的最低 微生不说 截至今天中午初步确诊病例当中 大部分是住在客工宿舍的工作准证持有者 在确诊病例当中 有6人是本地公民或永久居民 累计病例是16169起 微生部会在稍后公布关于新病例的更多细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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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次庆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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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